每次問我爸爸最喜歡廣州哪裏的時候 他一定回答我是東山 不過東山在2005年的時候 並入了月秀 就已經再沒有東山區了 曾幾何時廣州人對有錢人的定義就是 有錢住西關 有權住東山 以前被人叫西關小姐東山少爺 都不知多有面子 要知道廣州最早的婦人區就是在這裏 也是廣州教育崛起的地方 哪怕在百年之後的今日 這裏的學校依舊令人爭奔頭 這麽好的地方 實是改了個好名 據記載東山之所以叫東山 來源是有兩個 一個是跟風俗有關 第二個是因子得名 講到子 就不可以不提這裏有條街 叫做子貝通津 我自己對東山最深印象的 就是這條街 因為我覺得這個名字很好聽 但又不太明白它是甚麼意思 後來查了資料 最簡潔的解釋就是 東山指背後通往海邊碼頭的那條路 哇!它背後的意思原來如此有趣 不愧為教育強區 連起個名字都可以起得如此有底運 東山還有很多有趣的路名 好像新河浦、煙敦路、龜江大馬路一樣 個個路名都有自己的故事 眨下眼就已經17年了 如今的東山區已經幻化成東山口 不過我相信東山雲一直都在 對了,你的身份證是否440102開頭 如果是的話就恭喜你了 因為440102是專屬於東山 跟著家欣走廣東 換他就知道多些 大學 大學 感谢观看